雨夜,我在家门口发现一个壮汉 他说他是雷公,非我五十 以后打雷专批你讨厌的人 我一言难尽 给他转账五十,让他去别家门口蹲着 第二天,一直对我动手动脚的主管被雷追着批 一 雨夜,星月无光 漆黑夜色中,小区门口蹲了个面目模糊的人 我扶了扶背包,假装看不见 没想到,他突然拉住我的包,说话了 我是雷公,非我五十 以后打雷专批你讨厌的人 我...你没事吧 这是什么新型乞讨方式 我试图拽毁我的包,很好,纹丝不动 你先松手,疑似雷公的生物抬起头 我的伞上流下雨水,哗啦啦落在他身上 借着昏暗路灯,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不是,你有这长相 不去搞直播,在这沿街乞讨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当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 他松开我的包,缓缓站起身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昏暗了 这么高,我真是雷公 现在我遇到了点问题 我打雷的锅被城管收了 朋友,非我五十,我把锅数回来 下次打雷,你只拿我打哪 我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好好一个帅哥,就是脑子不好 我在心底轻叹一口气,上帝果然是公平的 给他打开了颜值这扇窗 却关上了智商这道门 你拿啥收钱啊 你有手机吗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目光炯炯 你对着我的雷公像说捐赠五十香火 我就能收到了 嗨嗨,我干咳两声,掩饰笑容 人家都已经变成三胖子了 我怎么还能笑出声,当头再给他一棒子呢 大雨哗啦啦 我跟智障在小区门口玩cosplay 他cos雷公,我cos大员种 我说完以后,手机震动了一下 但是雨太大了我也没拿出来看消息 好了吗 他对着我抱了个拳,声音浑厚 好了,你是我今天遇到心底最好的人 真的,他的表情格外真诚 你要是男的,我一定跟你结为异性兄弟 我 谢谢,但是不用了 我转身开门回小区 刚进去才想起来包里还有把伞 这大雨倾盆的,不如好人做到底也送他吧 我有一把 我回头,什么都没看到 只有马路边的绿化带树影床床 不是吧,走这么快 二 回到家,我发现手机里还真有一个支出五十的消息 我看了眼时间 好像就是我说捐赠香火五十那回 我真遇到雷公了 现在神仙这么与时俱进 都能献上直接支付了 不是,他都是神仙了,还能被城管抓 这合理吗 我推开窗 雨水混着泥土的兴气扑面而来 大雨成年,茫茫夜色什么也看不清 算了,还是关上吧 我也不能对着窗户大喊披我主管 说傻逼傻逼道 我主管又半夜给我发消息 到家了吗 记得好好吃饭,呲哑 不回我消息 不乖,罚你五十 看我朋友圈了,车都是我的 表现好带你兜风,无嘴笑 毁灭吧 给我一把枪 我现在就去把这油腻男秃秃了 虽然心里一万个妈卖批 但是打工人的卑微支持着我 还是得回消息 不回明天工作又难搞了 谢谢领导关心 我主管是老板小舅子 公司女员工都被他骚扰遍了 也就门口那个招财猫是工的 不然估计他都难逃毒手 但是公司福利待遇都不错 除了我主管是个毒瘤 其他都挺好 世间安得两全法 小舅子从此靠边边 睡觉前,我心里默念 雷公要是上天有灵 明天就先批小舅子 当然,我是唯物主义者 思以为这可能又是什么新型骗术 下次放假还是去银行 看谈交易流水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好 梦里我主管变身雷电超人 每天电光闪闪 一边滋滋冒烟 一边追着我大喊 不乖,罚你五十 以至于早上我都到公司了 脑子还浑浑噩噩 同事拿着咖啡过来 问我,几点开会 我脱口而出,五十 啊,我摇摇头 说错了,九点半开始 这都什么事啊 九点半,早会准时开始 主管见我带着电脑进来 扒拉了一下稀疏的头发 隐隐有白色不明分泌物飞出 小徐来了 说完,他故作帅气 冲我眨眨眼 呦 我低着头坐到同事身边 同事沉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太难了 人都到齐以后 主管打开会议室屏幕 开始一些毫无意义 令人昏昏欲睡的讲话 我还是很想为大家 多要求一些福利的 主管话音未落 突然窗外惊雷乍起 一声巨响 一道金光 顺着没关的窗户 搜得一下飞进来 精准避开屋里所有设施 落在主管头上 不富裕的头发雪上加霜 他一下子秃顶大叔 变成了非洲矿工 嘴巴里都在冒黑气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又一道惊雷顺窗而入 目标一就是主管 什么情况 同事面面相去 震惊无以复加 快快快保护器材 党员同志带着电脑先走 主管闻声目光震战 保护我呀 保护什么器材 我抱着电脑就要跑 您不是说 什么都没有公司财产重要吗 此刻我内心也炸起惊雷 卧槽 昨天那个壮汉 不会真是雷公吧 你看我昨天说你还不信 我批得准吧 熟悉的声音 在我脑子里响起 我一回头 38层高楼外站着一个人 对着我露出一口大白牙 妈妈 我好像做梦没醒 3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雷公为了50块钱 把我主管批的人种都变了 要不说树叶有专攻 还得是专业的 我主管既保持了人行 又挨了一顿批 甚至办公器材都没有损坏 皆大欢喜 更欢喜的是 接下来一周 我主管都没来上班 4 人要是运气好 挡都挡不住 雷公说因为批了我主管 我主管去拜雷公庙 结果牵扯出来 雷公庙假道是骗钱的事情 他很快乐 在雷公庙上面连打了五道天雷 现在大家都说雷公显灵 他香火更好了 兄弟 我有钱了 要不是你我也不能找回来我的香火钱 以后咱俩就是亲兄弟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我资着大牙乐 这多不好意思啊 雷公 你放心 我们神仙讲究一个因果 这钱是你应得的 我就知道 我这一生行善积德 我迟早有好报 但是我有一事一直不解 神仙还要花钱吗 我问雷公 你们也流通人间货币 雷公给我解释 那倒不是 我们这个吧 属于是天地银行 秒支付秒到账 比如说你给我威武灵 我这边就能直接换成香火 这么先进 与时俱进啊 哥们 我 虽然我可能要抱上大腿了 但是我还没想好有钱人怎么生活 今天我还得去上班 早八的打工人平等的恨着每一个人 主管依旧没有上班 我按戳戳打探消息 咱主管啥时候回来 同事一脸惊恐 咋 你想让他回来 我就好奇问问 同事私下看了看 一脸神秘 我告诉你 你别告诉别人啊 我正经危坐 严肃点头 你放心 我嘴最严了 咱主管啊 被雷劈出阴影 精神不好了 他非说自己得罪雷公了 啊 这 男人的第六感 有时候也挺准哈 同事见我不说话 继续道 说得跟真实一样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说啥了 这世上哪有雷公了 要我说 咱主管就是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我打了个哈哈 没有接话 主要是我也有那么一点心虚 下午 我身后的同事也敲咪咪咪跟我说 我告诉你 你别跟别人说啊 主管啊 让雷劈的不行了 啊 又一个同事接话 我听说 咱主管让雷劈怀孕了 我大为震惊 倒也不必如此离谱 这是雷公不一定认 容易罚款 六 下班 门口聚了几个同事 交头接二 以我打工多年锻炼的眼神 这必是有大八卦 我不能缺席 不然明天中午我接不上话 咋了咋了 同事弄弄嘴 有钱人 门口停了一辆麦凯文P1 则 这充满力量感的线条 车门旁边站着个身高腿长的男人 宽肩窄腰 西装暴徒 一看就是该死的有钱人 有钱人兴高采烈的跟我打个招呼 兄弟 快上车 我定睛一看 这不是雷公吗 同事面面相去 眼神乱飞 此刻他们没说话 但是我知道他们脑内剧情应该过了四五个了 搞不好 明天上班 我就变成了中东王子留在国内一父一母的亲兄妹 吃瓜吃到我自己 就离谱 顶着一样的眼光 我屁颠屁颠跑过去 拉开车门就想上车 然后我没找到车门 雷公热心帮忙 给我打开了车门 我发出了穷人的感慨 啊 这个车门会飞 雷公很开心 他说这辈子没这么有钱过 我不能理解 一个庙有那么多钱 雷公 没有 端了个连锁组织 我大为震惊 这玩意儿还能连锁 雷公点头 要不说还得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自己亏这么多钱 他一脸喜气洋洋 这回好了 这回我跟财神不相上下 为啥 因为作孽的人太多了 天天有人许愿吓到天雷劈死他们 跟求财的差不多 我懂我懂 看仇人赚钱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雷公说 他已经打听明白有钱人怎么生活了 首先 我们得买个房子 我们 雷公点头 对 我们 以后你就是我人间代言人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此刻我无比震惊 甚至有点怀疑 我是不是没睡醒 啊 五十块就能获得这么多好处吗 一本万利呀 气 我跟雷公出师未解 市中心找了半小时 没找到停车位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还被隔壁两个壮汉拦住了 但是没关系 雷公更壮一点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气氛紧张到了一定程度 两个仿佛抹了一斤发焦的壮汉 凶神恶煞地走过来 我咽了口唾沫 想着万一雷公发弄我怎么拦 壮汉开口了 哥们 你这车落地多少钱啊 你这车门子不错呀 我媳妇就稀罕这样的 好吧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大家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爸 雷公兴高采烈地带着我看房 豪迈的气息震惊了所有中介小哥 中介小哥热情洋溢 先生 你看看这个房子 豪华配置拎包入住 就是和您这样的气质 我看了一眼照片 眉头紧皱 这金碧辉煌的装修 这90年代KTV一般的设计理念 就好像蹲在巴黎圣母院门口 吃臭豆腐一样 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美 但是雷公很喜欢 我哥们家就装成这样 中介也很开心 对对对 豪华顶配 您这种身价就得住这种 你喜欢不 我沉默 我抗拒 我审美跟不上有钱人的速度 我觉得 有点黄眼睛 但是雷公很喜欢 他说他打听了 有钱人就喜欢这种金光闪闪 金碧辉煌 金机独立的房子 是跟谁打听的 雷公 我哥们 东海龙王 我捂住脸 哦 有钱龙的审美 就更加难以揣测了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很难拒绝从天而降的一套房 我对金钱没有一点抵抗力的 买 就他了 买 就 你知道那种穷人报复的感觉吗 昨天我还骑着小店驴在菜市场门口吃鸡蛋灌饼 今天突然就买房买车眼都不眨了 我买鸡蛋灌饼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好卖过 此刻雷公付钱的身影无比伟岸 我以后一定在家天天给他磕头 看房的时候 同事已经按捺不住开始跟我聊天了 若若 今天那是你对象吗 我 谣言已经如此离谱了吗 我和雷公恋爱比我是中东公主还离谱啊 同事求知欲爆棚 不是对象为啥来接你 我沉默片刻 决定把谣言掌握在自己手里 别人传我不放心 其实我是他养女 实不相瞒 他是我爹 同事 你爹这么年轻帅气吗 同事对我的新爹很感兴趣 你爹结婚了吗 有孩子吗 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你看他孤孤单单一个人 也不好 要不你带你爹跟我聚聚 我 我把你当同事 你却想当我妈呀 同事很坦诚 你放心 以后咱们个论个的 我管你叫姐 你管我叫妈 大可不必 这边我胡说八道 那边雷公灰金如土 世界的参差就是这么离谱 我聊完天去找雷公的时候 他对着自己的锅陷入了沉思 咋了你这是 雷公看我的眼神格外复杂 他问我浑身过电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坠入爱河了 我 我只是个社畜 你不要问我这么高级的问题啊 见我沉默 雷公的表情更复杂了 两久 雷公长叹一声 玩犊子了 问完这个奇怪的问题 雷公就一直唯米不振 我试探道 你是有什么喜欢的人了吗 虽然我多年没有恋爱 但是不影响 我给别人的爱情之招 情感大师就应该让单身人士来当 因为军师是不能上战场的 雷公有一丝脸红 我感觉 我可能冻烦心了 这么快吗 一见钟情 雷公解释 倒不是一见钟情 我最近 打雷的时候看到他就有一种 浑身过电的感觉 这不就是坠入爱河的表现吗 我试图开导他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漏电了 雷公斩钉截铁 不可能 我打雷多年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你说是就是吧 天要下雨 爹要恋爱 不是我等凡人可以阻止的 十 逛了一天 雷公跟我一起 回了我的城中村小区 逼坐的街道 和他的车格格不入 有一种无焰祖 误入东北降纲的感觉 十一 深夜 消失了很久的主管 开始微信轰炸我 企业微信 想装作看不见都不行 小徐啊 干嘛呢 我面无表情的打字 准备睡觉 别睡啊 我这还有点事情 明天要用的表格 你给我做了吧 这难道不是打工人的下班时间吗 主管我没带电脑回家 可能做不了哈 可惜我主管没有道德 他说 没事 拿手机一样 小徐啊 你好好做 下次加薪肯定有你 他在这当主管真是屈才了 他怎么不去美食街 卖印度飞饼呢 就这画饼技术 肯定能成为美食街 飞饼天花板 主管 要不我明天给你吧 我就不喜欢你这一点 遇到事情总是退托 年轻人 不吃点苦 怎么能进步 你要不做 有的是人抢着做 公司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 你要知道感恩啊 如果是一天前 我一定会起床工作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翅膀硬了 这机会给你 你要不要啊 我直接把他屏蔽了 怎么不把他直接批死呢 还能为这个世界 减少一个祸害 十二 第二天 全公司都在传 我有个有钱的爹 连刚回来上班的主管 都听说了这件事 他仿佛忘记了 昨天的不愉快 小徐啊 听说咱爸最近发财了 我 谁爸 你咋不早说呢 害我担心那么久 现在好了 有你爸这个情况 我也就不担心了 你配得上我了 我是不是没睡醒 他到底在说什么蠢话 这是他的猪嘴 应该说的话吗 你是不是让雷劈傻了 我瞪他一眼 拿着咖啡回了工位 昨天我还坐在 麦凯伦里看房 今天为什么要受这个鸟气 无日三省无身 这个工作 我真的需要吗 雷公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弄了个微信 我一边摸鱼 一边跟他吐槽我主管 他很仗义 问我要不要再劈一回 我迟一道 这不好吧 雷公 有什么不好 这种人也就是 现代社会救了他 哥以前屁股我 都能给他劈成八半的 他很畅旺 隔着手机屏幕 就能感觉到 神仙也不好干啊 有摄像头不能起飞 破坏财物按价赔偿 还不能打破 人间科学常识 得学会隐藏身份 我太难了 你知道杨检吧 上回他着急赶路 没买到票 骑着狗走的 海上热搜了 说他虐待动物 我大为震惊 还有这是 那可不呗 之前哪吒自己出任务 被当成走势儿童 送到派出所了 怎么说呢 人民群众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最好先别出发 雷公说 我俩的交情 我受委屈 就是他受委屈 这是不能忍 有一种狗障人士的感觉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 拜山头任大哥 当狗腿子的感觉 真的很爽 13 会议室里 主管侃侃而谈 大家要懂得奋斗 你看我 回家休息 还记着工作 言罢 他谄媚的看一眼老板 姐夫 你放心 这活我干肯定没问题 我心里装的全是公司的事 话音未落 窗来一声惊雷响起 同事们都是见过一次的人了 立刻整齐滑衣的拿起电脑 连老板都站起来 准备跑了 只有小舅子 僵硬地站在原地 他抖着嘴唇 像一只一世独立的猪 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开会 开会呢 都别动 老板小心谨慎地扫尸一圈 那个啥 我有点事 你带着他们把会开了 我先走了 姐夫 主管伸出手试图挽留 但是老板跑得 仿佛脚踩风火轮一般 出门就没影了 这雷 也不一定劈我 雷声再次响起 这次很精准 直奔我主管而来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能想起 雷公兴高采烈地跟我说 咋样 我批得准不准 主管再次被雷批的眼冒金星 公司的气氛十分诡异 大家想笑又不敢笑 只能眉飞色舞地 表达自己的幸灾乐祸 如果不是情况不对 我真的很想在公司门口 放一首惊雷 哦 这天塌地线紫金锤 就冲了这两次 雷批小舅子针 我学弱这辈子 都认雷公是我大哥 打雷事件过去 老板无事发声一样 回了公司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 要不去庙里拜拜 老被追着屁也不是事啊 主管深以为然 作为雷公的忠实粉丝 我决定给他拉点火 我听说雷公庙挺准的 再说咱主管这情况 也适合去雷公庙 老板点头 对对对 去拜拜 万一下回把咱公司都批了呢 主管一脸沧桑 我都被雷公庙骗一次了 再一再二不再三 心成则灵啊 说明这是神仙对你的考验 他陷入沉思 进了水的大脑 疯狂旋转 有一种脑干确实的心酸感 沉思过后 他一脸动容地看着我 你说的对 小徐 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心里还是有我 把他劈死 我没有开玩笑 十四 今日下班 同事跟在我身边 一直没走 同事不经意问我 你爸今天还接你下班不 我对不起雷公 但是在我心里 他就是我在生父母 我爸 我爸今天 我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没成想 这回雷公没在外面等 他听到了我跟同事的对话 脸上显满了疑惑 你爸 我急切地捂住他的嘴 对不住了 我先走了 同事试图挽留我 弱弱 介绍一下 你爸认识认识啊 生拉硬拽 我在独神 到了车上 雷公才找到说话的机会 你跟别人说我是你爸 我咽了口唾沫 试图解释 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他目录震惊 你觉得我像你爸 那有点高看我爸了 我爸连个自行车 都不愿意给我买 更别提买房了 再生父母 他为难地看着我 半少没有说话 倒也不必 今日雷公格外沉默 心房都不能让他开心 他一直在沉思 也许是突然多了 这么大一个女儿 让他为难 十五 晚上 我和雷公一起出去吃饭 饭店的角落 我看到了个熟人 这不是小舅子 啊不是 主管吗 主管跟一个 倒是打扮的老头坐一起 一抬头 我俩对视了 冤家路窄 我想逃 却无路可逃 小徐 你快来 正好让大师 给咱俩看看八字 我 我为什么要跟野猪看八字 大可不必 大师一脸高深莫测 频道不算姻缘 但是 我今日与你有缘 你就按八字双倍价格吧 我勉强一算 主管谈媚一笑 转头命令我 小徐 快来 你的七百 你是不是有病 你脑袋让雷批散黄了吧 怎么说话呢 别害羞 这可是雷公妙出来的大师 雷公看着呢 我忍不住看了眼门口 努力停车 但屡屡失败的雷公 雷公现在 可能没心思看你 咱俩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算八字 我跟你聊那么九天 工作上给你那么多帮助 小徐 你不能因为有钱 就不认账啊 主管声音拔高 周围人都寻着声音看过来 干 好丢脸 你没事吧 你长得跟猪站起来了一样 怎么还能有幻想症呢 喜欢女孩子的时候 不要只看她的脸 也要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围观群众发出善意的笑声 主管气得脸通红 你别翻脸不认人 哼 你以为我真喜欢你吗 我就是玩玩而已 其实你也不咋地 你爸指不定 什么就没钱了 装什么呀 追我的女生 比你好看得多了 别活在幻想里了 当自己是什么仙女呢 其实我也没看上你 简单来说 她很破防 大师表情依旧高深莫测 小女娃 我看你嘴声利气 是破财之相 我反尘相机 我看你头顶生疮 是骗钱之相 这可是雷公庙的大师 前几天求过天雷的 笑死 打天雷的那个刚停完车 雷公一脸猛逼 什么天雷 主管洋洋得意 这可是雷公庙 求过天雷的大师 我不理解 雷公庙是有什么buff吗 只能求天雷 雷公来了兴趣 你求一个我看看 大师没说话 导致逼格 主管向他最忠实的狗 替他冲锋陷阵 天雷是你说看就看的吗 雷公不屑 你知道什么叫天雷吗 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出来顶雷公的名字了 放肆 大师断贺一声 我很难忍住不翻白眼 还放肆 在这拍电视剧呢 我以为雷公要当场惩罚这片子 没想到他掏出了手机 喂 110吗 我要举报 这里有诈骗犯 对对 还有受害群众 受害群众可能需要心理疏导 精神不咋好 很好 与时俱进 有困难 找警察 大师险见有些慌乱 站起身又坐下 然后又站起身 欲盖弥彰道 不知所谓 他说自己很生气 今天不算命了 然后一甩浮尘 直接走了 留下主管 不止何去何从 都怪你把大师气跑了 主管很生气 怪不得你不认咱来的事了 原来是有了小白脸啊 主管撇着嘴看雷公 你们女的除了会看脸 还会干啥 小白脸 雷公 我看了一眼 雷公那呼之欲出的公二头鸡 对比起来 主管就像个小鸡崽子 他一圈下去 主管可能会死 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主管努力站直了身体 越努力 越心酸 腿中间能遛狗 雷公看着主管冷笑 你再不走 会有天雷劈你 主管抖了一下 看来被雷劈了这件事 给他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你说劈就劈 窗外阴云骤起 轰鸣的雷声响起 像是在酝酿情绪 主管看了看天 咽了口吐沫 把腿就跑 我就说吧 应该把他劈死 我问雷公 怎么还有假道士呢 雷公沉思片刻 说 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客源吧 啊 也对 比如我的主管 他简直就是骗子的快乐老家 十七 晚上 某知名问答平台推送 喜欢的人把我当爹 我该怎么办 回答一 你们年轻人玩得这么刺激吗 回答二 挺好 这样你俩成了 你就是爹系男友了 这都什么奇怪问题啊 我拿着给雷公看 你看你看 竟然还有这种人间惨剧 雷公没有笑 他笑点好高啊 你觉得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啥情况 就是 你发现自己喜欢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把你当爹 我脸皱成一团 啊 他为啥把我当爹呀 有什么理由吗 雷公眼神有疑 嗯 可能是你比较老 我设想了一遍 没设想出来 这可太离谱了 那就改变一下相处模式 我迅速切入爱情军事状态 多跟他像情侣一样相处 雷公身以为然 拿着手机激情打字 不知道在跟谁聊天 您老 该不会是网恋吧 哎 神仙都能恋爱 我都没有 手机铃声响起 打断了我的伤春悲秋 我低头一看 是我爹 别误会 这回是真爹 十八 我爸打来电话 我妈负责说话 若若呀 你这些天 怎么不给我打视频了呢 这怎么说呢 灰金如土的日子太快乐了 我忘了 当然 这种实话不能瞎说 不然 我妈容易打飞梯过来揍我 啊 最近太忙了 你忙啥呀 我是不跟你说了 你那破工作别干了 你也不听话 我把手机稍微拿远一点 以我对我妈的了解 最后肯定得变成催婚 你也不找个对象 我努力找了 那边玩手机的雷公 突然接了句话 努力找啥 你缺啥跟我说啊 完了 我妈停顿片刻 声音温和 表面平静 实际暗潮汹涌 你跟谁在一起呢 我试图解释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妈笑得很温柔 让我头皮发麻 有空带回家看看 你都不跟家里说呢 行了不打扰你俩了 我妈火速挂了电话 下一秒发消息给我 照片有没有 我看看 一旁雷公眼神犹疑 端正的脸上写着心虚 我怀疑他 就是故意说话的 电光火时之间 我突然悟了 卧槽 他不会是对我动烦心了吧 这合理吗 为了证实 我不是普系女 我选择进一步试探他 这咋办啊 我妈误会 我有对象了 雷公摸了摸鼻子 那你需要有个对象 这上哪找去啊 雷公靠近我一点 我觉得 要不你找我吧 哈 这么直接 见我没说话 雷公有点心虚 你看啊 咱俩这关系 知根知底的 你不是动烦心了吗 换成我也行 雷公心一横 我感觉 我可能是对你动烦心了 真的 我最近打雷一看到 你就好像浑身过电 我问我哥们了 他说 这就是动心了 我一言难尽 你真不是漏电了 咋可能呢 我肯定是喜欢上你了 雷公斩钉截铁 我半信半疑 十九 我问雷公 神仙跟人恋爱 不会犯天条吗 雷公说 神仙也与时俱进 不讲究包办婚姻 我有一事不解 你多大了 咱俩合适吗 万一我死得早咋办 雷公顾左右而言其他 可 这个年龄也不是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 你看咱妈这么着急 要不你先带我去见见咱妈 这么快就是咱妈了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雷公是这种人 想到这里 我又问他 之前那个问题 是不是你问的 雷公望天 这不是你说 把我当再生父母的吗 我一寻思 这不差倍了吗 怪不得那天他那么沉默 我还以为 是我马屁没拍对 搞半天 是一生爹给他叫抑郁了 二十 很难跟你描述现在的情况 我稀里糊涂的 跟雷公谈了的恋爱 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决定更爽一点 我要去辞职 生活枯燥乏味 早八谋杀人类 我要摆脱这个身份 我提了离职 被同事劝回来了 同事一脸神秘 咱们公司可能快要黄了 你再等等 没准能等到赔偿 同事跟我说 最近公司资金出了点问题 我告诉你 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很上道 你放心我嘴最严 咱公司估计要黄了 啊 真的 昨天你没看到 警察都来了 这么吓人 身后的同事也过来插话 我听说 咱老板娘 昨天都跟老板打起来了 我无比震惊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老板 今天眼眶都是青的 你偷摸看了一眼老板 还真是眼眶发青 不到中午 公司要黄的消息 传遍了大大小小的角落 茶水间咖啡机 估计都知道这个事了 果然 职场没有秘密 我给雷公发消息 我感觉我们公司可能要黄了 雷公竟然说 我知道 我 你为什么知道 上回 我报警 警察来查了 那个道士 确实是个骗子 你们主管是他最后一个客户 这都是什么事啊 但是一想到我主管被骗 我又很难一直内心的喜悦 21 我们公司是真要黄了 这次我都看见警察了 同事说 是主管挪用了不少钱 现在老板满世界找他呢 我假装不知道 主管挪用那些钱干嘛去了 同事表情有一瞬间空白 去诉金身了 我 同事无语地点头 对 他要给自己诉金身 钱不够 好家伙 你看我就说 家庭作坊不可靠吧 那现在咋办啊 同事摇摇头 不知道啊 老板把那扮了金身抱回来了 听说不是金的 是假的 我瞪大双眼 啊 没想到吧 那骗子用这招骗老多钱了 现在老板正报警追钱呢 同事说完 谨慎地看了一圈四周 我听说 主管遇到的骗子不止骗钱 我压了口唾沫 那还骗啥呀 骗色 啥 我不理解 我主管那个样貌 也要被骗色 同事言之凿凿 你没看上回主管 回来走路都不正常吗 我回忆了一下 没回忆起来 敬佩地看了一眼同事 他可真是八卦听 一个月连着遇到两个骗子 直接倾家荡产 我主管也是头一份了 难搞难搞 22 在多方帮助下 骗子被击捕归案 老板和主管 在公司门口大打出手 打得满地爪牙 公司 风雨飘摇中 宣布黄了 我跟同事最后一次离开公司 同事有味心思 试图跟我打听 我的高富帅爹 你爹最近咋样 结婚了 同事大惊失色 跟谁呀 跟我妈 同事风中凌乱 我没有再管他 抱着东西 走出了公司大楼 很遗憾 并没有等到赔偿 主要我老板真没钱赔了 主管挨了一顿揍 但是也没钱赔 被我老板逼着签了欠条 后半辈子 估计都得为这笔债务负责了 很好 替天行道 主管挨揍那天 我也跟着看了热闹 他鼻青脸肿 看到我以后乌蛙乱叫 小徐 你帮帮我 你有钱 你给我还上 我以后肯定娶你 老板怎么踏马不把他打死呢 23 实业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美妙的 雷公陪我到处逛 然后 我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你干啥去了 我跟你爸来看你了 我 你确定是来看我 不是来看我对象 还好 我现在真有个对象 不然 我去哪里雇一个呀 我很慌张 雷公很快乐 他不知道 又从哪搞了个新车 去我之前的出租屋前面 把我爸妈接上了 我妈自从见到 他就没闭上过嘴 笑得我都怕他牙冷着 你叫啥呀 叫我小雷就行 我妈继续打听 你家是干啥的呀 雷公犹豫了一会 答道 我是干乐器生意的 我家祖祖贝贝都是干这个的 我妈啊一声 道 家族企业哈 雷公摇摇头 现在都归我管了 全国各地都有我家事务所 我差点没憋住笑出声 这话没错 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庙 我妈跟雷公相谈甚欢 显得我和我爸格外多余 回到家 雷公还在厨房大显身手 这回我爸也满意了 我问我妈 你来咋不说一声 我妈瞪我一眼 我怕你提前顾个男的骗我 我 我是那种人吗 母女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 我妈冷笑 你看看你哪一点值得我信任 说完 她看了一眼收拾厨房的雷公 找对象眼光还行 我汗言 能不行吗 这都不是人了 24 我爸妈很满意地走了 听说雷公无父无母家 才万贯以后 他俩就差把大牙笑掉了 我爸一直念叨着 要回家好好摆摆祖宗 思以为他有一句话没说 我能找到对象 肯定是祖坟冒青烟 一定是靠我的热情和善良 还有我的50块钱 25 雷公说 他打雷的时候 还是有一种过电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玄妙 他从来没体会过 我也觉得很玄妙 于是我看了看他的锅 我发现他锅漏了 玄妙个屁 就是漏电 看着眼前破了的雷公锅 我和雷公双双陷入沉默 我故作轻松 嗨 这是闹的 原来你不是动烦心了呀 雷公拿着锅沉默扮上 我内心一片混乱 就离谱 刚见完家长 对象没了 下回我妈再要对象咋办 这房子我还能住吗 现在到底咋办 我胡思乱想之时 雷公突然说了句 那就对了 我就记着我哥们说 不是这样的 我忍不住有点眼眶发红 那咱俩就倒没发生过 雷公震惊地抬头看我 啥玩意儿 你不会还是想让我当你爹吧 我 我申请报告都打了 你现在还把我当爹我很难办啊 你不是说 因为浑身过电才觉得喜欢我吗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你根本不喜欢我 雷公看看锅 又看看我 他理直气壮 有没有一种可能 锅就是个借口 我震惊 我说不出话 雷公伸手揉了一把我头发 反正家长都见完了 你也别不认账了 哦 那好了 我男朋友还在 尾声 我跟雷公结婚那天 雷公办了一张假证 没办法 他没有身份证 他问我 你为什么不发朋友圈 我迟疑 我怕别人看出来是假的 把我抓走 雷公斩钉截铁 不可能 我办得正嘎嘎针 我半信半疑 发了个朋友圈 今天没人结婚 我就先结了 一分钟后 前同事点了个赞 评论 卧槽 你嫁给你爹了 牛逼 全文完